今天我为大家来介绍一款我们的新产品 这是我们一款手炒爆米花鸡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步骤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机器的主人部份 我们机器是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的锅器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接料盒 然后接料盒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调味盒 这一部分是我们的调味盒 有些客户需要各种味道的呀 可以在这进行调和 这是我们的调味盒 这是我们的接料盒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煮锅器 爆锅器 我们这个锅器呢 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煮锅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煤气燃气罩 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高效节能的 然后火力又是比较猛的一个燃气罩 首先呢我们现在要 把这个煤气管 机器的煤气管和那个我们的煤气瓶 连接在一起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煤气罩呢 是高压缸 高压缸 一般到这个行呢 你们都可以不需要调的 我们出厂 已经调试好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来装这个煤气瓶 跟我们家里面装那个煤气瓶的步骤 就是一样的 装那个缸是一样的 左旋转扭紧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呢 介绍一下我们的煤气炉 包括我们煤气炉的结构和使用 这个滑呢 现在我手上这个滑呢 就是我们煤气炉的长命火 我们首先点火呢 就要先把这个打开 这个开完打开 然后这边一个滑门呢 就是我们煤气炉的大小 控制火力的大小那个滑门 首先呢 我为大家演示一下点火 我们先把这个长命火的滑门打开 然后我们的点火锵 从这里伸到里面去 把我们的火点燃 是吧 现在火就燃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我们的大火 这样我们的火就打开了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三种原料 第一种我们的球群玉米 第二种我们的防胶肠 第三种我们的专用玉米油 然后这三种原料 每样是500克 玉米500克 糖500克 有500克 1比1比1的比例 然后我们再爆 下面很重要一步 我要介绍给大家 在我们爆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锅起的组成 我们首先把 这是我们的盖子 先拿到放到一边 然后这是我们的锅体的尽尿口 尽尿口 这是我们的搅拌马达 搅拌旋转电动马达 这是我们的搅拌足 和下面呢 我们的那个搅拌液 这是组成我们锅体的这个搅拌 搅拌程序和爆破程序 首先呢 我们的搅拌马达是电动12伏的 我们可以用交流2202电压器 也可以用我们的12伏锅电池 来连接我们这个旋转电机的需求 首先呢 就是说 还有一点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这个旋转马达搅拌马达 那个开关 总开关 我们要使用 把电源配好之后呢 要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我们来旋转 这是我们的调速开关 由这个调速开关 然后来加速我们的搅拌轴的旋转速度 越往右往顺势针 越扭的越多 我们的搅拌速度就会越快 越往逆势针 越小 我们搅拌速度越慢 下面我们就来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锅片第一步呢 然后我们的油照照过去 可以跟另一眼看 拍一张 然后打开我们的旋转马达 调到适中 调到适中的位置 然后让它慢速旋转 先让我们的油温加热升高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为大家简单的收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锅体在加热 然后我们的油温也在上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玉米 玉米和糖 准备好 等到我们的油温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玉米放进去 大家稍微稍微等一下 好 这个油温呢 我们就先可以用两三滴玉米试一下 放到里面 你看到它爆破的情况下 油温就可以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两滴玉米已经爆了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玉米整冻了500克玉米 倒进去 好 然后我们的黄焦糖 黄焦糖500克 沸进去 然后我们加速 把糖和玉米换成一块 然后 好 这样就可以 这个速度就可以了 最后 最后一点 我们把这个防 防爆盖 然后盖上 一般程度量差不多 在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 我们就不能爆 好 现在开始爆了 可以看一下大家 现在开始爆了 已经在慢慢爆破了 好 我们盖上 等到完全爆破之后 我们就把可以 已经爆了 听到这个声音呢 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大家我们 好 这个 看到这个样子 应该是差不多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火关上 把火关上 然后我们把这个 推起来 好了 我们这一锅玉米就放了 等我们这锅玉米倒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均匀的 用我们的铲子搅拌一下 让它稍微散一下气 然后有利于它的焦性恢复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